立法院临时会19号协商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条例 有蓝英立委认为高中职以下教师退休金起职年龄应该定为55岁 才可以避免资深教师一直坐领高薪又抹杀掉新进教师的工作机会 不过民进党立委不赞成 认为一般教师20年就可以退休了 因此没有这个问题 坚持起职年龄应该从60岁开始 朝野协商似乎还有一番攻防 周一立法院临时会协商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条例 针对行政院办高中职以下教师的退休金起职年龄是60岁 其余包括职员大战院校的老师才是65岁 但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就提出建议 认为高中职以下教师起职年龄应该为55岁 这个说法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也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在强调它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党团刚刚开了会以后 大家都支持这个方案 如果你起职年龄提早的话 那就是领的多缴的少 那就会造成年金的破产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希望调整年金的原因 民进党立委强调还是一样会破产 但蓝英立委认为这个结果是经过试算决定的 因为硕士毕业的教师任职22年后 就可以领到生涯最高的薪水 学士毕业的24年后也可以领到最高薪水 如果到60岁才退休 不止坐领高薪更抹杀掉 新进教师的工作机会 其实现在教师的平均退休 不是他们都不能退休 都是可以退休的 所以不影响退休的年龄 只是他的起职年龄 计算方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个不会影响到 新进教师的权益问题 国民党立挺科之恩版本认为 五十六岁最妥当 一方面是认为替政府省钱 另一方面也符合家长的要求 但民进党不认为朝野协商会议上 势必又是一场攻防 欢迎新闻陆雨昌李佳化 特别报道